在废弃的马来保留地上进行昌明大马住房计划 方也开发2500间可负担房屋 虽然首相安法在这场辅助经济大会上宣布了以上种种要求修行 专门对决的转型和发展的措施 但是安法和其他对象要求修行 政府没有与不成因缘和其他种族 而政府提供的源纪都是专门对决的 安华和业举向政府在2023年纪 通过高达24年纪的社会员资金 有70%的马来人从中受费 但也有15%的华裔受费者 而印裔受费者也有多达19% 首相安华在对上的传说 而政府在跟华国产的交换 并没有选手从来到 如果一会认为安华服提供的源纪 这一会认为安华也直言有一小撮的非土著 看见政府在这一会认为安华服提供的源纪 都会继续飞隔了 那那那那 包括在交易方面也是一样的 他说政府提供拨款去回修厕所 也是比较小或者是弹小的 安华也紧例在温馨和中小型企业方面 政府有提供了许多的拨款 受费最低的还是华裔公司 手下安华也直言有一小撮的非土著 看见政府延续土著的政策 举办土著经济大会 开始觉得单纪和妒忌 但首相就说 那是因为这些人 没有许多 专门杀的大院 应该被国家认为是水费费级阶级的 安华也认为 如果国家要稳定安全并保障各种 就必须解决和缩小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 王华内政部长说 缓解监狱人类委员 政府原则同意居家居留 新州安华说 居民的支援是顺利 团业人社会 只帮和制收打入队 南洋安华说 社基金鼓励高价值投资 多数预计股度企业 中国报 贺民军打老玉所30万 黄泥非人折磨 壮男闲子 又还被绑 以前大家可能常听人家说 千万不要向大耳朵借钱 那今天我们应该要给这一句劝告 再多加一句 那就是你连问都不要去问 因为总是你怀疑一问 但是却叨叨大耳聋 强行把钱借给你的案例 又再次发生了 因为在新加坡工作的27岁 第一男子原本呢 在想要付过面子书 向一家的借贷公司借钱 但是他在深入了解后 这迷失败还是不借比较好 如果呢 阿龙详细将150新币购入了他的银行购头 然后让他之后原本带立 决定的购买 我根据报告 一位男子一开始在网上 根据特戴公司的要求 填写了自己的深圳证号码和银行购买 如果他所掌握了这些租料过后 就算男子最终是不想借钱了 也无法阻止阿龙把钱借给他 阿龙还要求啊 收到150新币的男子在一个月后 必须藏了300新币 可可他说如果到时不还钱 就到他陪与霹雳的住家去闹事 对于大陆 男子不但不理会 还浪黑了对方 于是呢阿龙就开始骚扰一些可可 他住在霹雳以保的父母了 要男子的父母带他返罪 同时呢阿龙还三度派人上门去扑清 受害男子的哥哥和父母 今天在霹雳新帮过代中议员的陪同之下 召开记者会 我说你就顺手点进去 预约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被我抽中了 这也太爽了吧 没错 就是最近超火的 韩风爱 希望可以解决事情 结果呢对方却是狮子开大口 要收到5000新币 他才答应说不再上门闹事 目前受害者一将已 已经向警方报案 但警方还没有抓到任何人 至于大尔隆那里呢 暂时也没有